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斌 从2009年加入联盟至今 库里从娃娃脸射手 一步步成长为联盟炙手可热的门面球员 当之无愧的名人堂球员 总说伟大是需要被成就,被衬托的 和库里同期的球员中 步伐同样传奇的历史巨星 但他们却被库里压制 本期视频就来盘点那些被库里压制 也被库里彻底打服的球星们 首先就是和库里同届的炭花狼詹姆斯·哈登 作为09双雄,两人年龄相仿 库里比哈登大一岁 虽然两人生涯轨迹不同 但都各自成长为后卫位置上的佼佼者 拥有着极为出色的得分能力 而关于库里·哈登输枪输入的争论也从没有停过 一五赛季,两人分别带领各自球队 拿下了西部第一和第二的位置 虽然库里所在的勇士拿到了联盟最佳战绩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勇士的整体加成 而反观哈登这边 虽然球队内线核心护华德 因伤高挂免战牌 但在哈登单核带队的情况下 球队战绩并没有受到影响 哈登的数据也要比库里好 所以有很多人就觉得 哈登比库里更配得上MVP之名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 两人就成了宿敌一样 各自所在的球队在五年的季后赛里四次相遇 每次都是精彩绝伦 尤其是在杜兰特加入勇士之后 每每这两个队在季后赛相遇的时候 都可以用火星撞地球来形容 在宇宙永不可阻挡的时候 哈登和火箭成为了勇士西部最强劲的对手 却也只能发出寄生于何生亮的备探 因为笑到最后的总是库里 其实两人无论是例行赛 还是季后赛的对决 从数据方面来看 绝对是哈登更胜一筹 他从得分 篮板 助攻等方面 都能很好地帮助到球队 但是哈登在季后赛里发挥 确实有些差强人意 得分效率急剧下滑 在关键时刻也时常支撑不了球队 如果以超距的标准去衡量的话 这确实是十分减分的一项 反观库里 勇士传切战术体系之下 他能更加游刃有余 并且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球队领袖 一锤定音的能力 除此之外 也不能忽视队友的影响 毋庸置疑 库里所能得到的支持 远超过火箭时期的哈登 而当哈登转头篮网 其六人时 自己的实力和状态却有所下滑 相较于本赛季夺冠的库里 差距更是被渐渐拉大了 下一位被库里压制的球员 则是哈登火箭时期的队友 克里斯·保罗 因为都是控球货位 在同样位置上 库里和保罗的对决会更直接 但两人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 保罗走的是传统空位的路子 强于组织 库里则是小球时代的新空位 以投射渐长 迄今为止 库里和保罗两人 在季后赛中共交手三次 第一次早在2014年 以示的保罗是空阶之城的掌舵人 带领快艇经过抢期淘汰了 出路锋芒的库里 在那一轮系列赛中 保罗场均拿下17.4加4.7加9的数据 命中率为42.3% 而库里则是场均拿下23加3.6加8.4的数据 命中率为44% 虽然在这一轮系列赛中 库里输球了 但是数据这一块并不会比保罗更差 第二次则是在18年 当时的库里已经手握MVP 得分王总冠军这些头衔 相反的保罗还颗粒无收 比时的库里已经成为了联盟的第一空位 这时的保罗已经代表火箭效力 和上一次双方交手一样 双方也是经过抢期大战才分出胜负 不过这一次赢得比赛的是库里 在这一轮系列赛中 库里场均拿下25加6.6加5.7的数据 命中率为47% 而保罗则是场均拿下19.8加6.8加4.8的数据 命中率为40.7 在这一轮系列赛中 库里不管是带队能力以及数据都要比保罗更好 第三次则是19年 但此时火箭已经是强弩之末 在杜兰特受伤的情况下 库里依然率领勇士淘汰火箭 而保罗则老太必先 如今保罗已率领太阳重返西部强队行列 库里也带领勇士重回巅峰 相信两人之后 也极有可能在季后赛当中相遇 就我而言 我能够接受自己落后于斯蒂芬 利拉德在最近参加德拉蒙德格林的采访节目时如实说道 他并非来自于NCAA顶尖的五大赛区 经历了那些伤病 球队也曾陷入困境 但还是能获得两次MVP 三次总冠军 我尊敬库里 我并不嫉妒他 只有1000%的敬意 力指导利拉德是心高气傲的 却完完全全地被库里给打服了 当我们把库里和利拉德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联想到三分和超远三分 利拉德以37%以上的三分命中率 每个赛季扔进220个三分球 这就是这个星球上的巅峰之座了 而库里能以43%以上的命中率 扔进300个甚至400个三分球 接下来无论是球权使用率 助攻率 真实命中率 库里都实现了对利拉德的全面包围 虽说利拉德面对勇士砍下过61分 但这场库里并未出战 而库里则在利拉德头上 狂砍生涯最高的62分 如果说利金赛说服力不够 那么19年西部决赛 是两人在季后赛的直接对话 本以为没有杜兰特的勇士 水花兄弟VS双枪 必定能迎来一轮势均力敌的系列赛 克莱和CG这队二当家 确实打出了不相上下的个人表现 可是在库里场均36.5分 8.3板 7.3柱 46.9%投篮命中率的发挥下 利拉德则以22.3分 4.8板 8.5柱 37.1%投篮命中率给予回应 并带领拓荒者以0比4输掉了系列赛 除此之外 在刚刚过去的R2赛季 库里在没有杜兰特 也没有克莱的情况下 利用自身个人能力 仍带领勇士取得17胜 二负的联盟第一战绩 甚至上赛季 要不是因为伤病和赛季前期 培养怀斯曼的影响 勇士其实也能打进季后赛 而利拉德近两年带队成绩 无论是例行赛还是季后赛 都远远达不到外界对他的预期 更不必说两人的荣誉差距了 利拉德再多的代表时刻 也不能与库里的四枚冠军戒指相较 说到库里的对手 不得不提的就是勒布朗 作为联盟近十年的门面人物 库里和勒布朗的对决 象征着最高水平 2015年到2018年 勇士和骑士曾经连续四年会是总决赛 这在NBA历史上也是首次 虽然勇士2016年拿到73胜 结果却在总决赛中 被骑士完成了1比3的大逆转 痛失总冠军 但另外三年 勇士都击败骑士拿到了总冠军 因此在连续四年的齐勇大战中 勇士无疑是占据上风的 但仅凭这个说明了库里打服了勒布朗 显然是不够的 毕竟库里的身边 有着比勒布朗更好的队友 而当勒布朗转头胡人 勇士王朝解体 两人的对话就如同平行一般错开 20年胡人顺利捧杯 勇士摆烂重建 22年勇士重回巅峰 胡人无缘季后赛 毋庸置疑 只要两人还在联盟 库里和勒布朗的对决就依然精彩 只是看一场少一场了 而提到库里和杜兰特 似乎两人是相爱相杀的关系 不过 这冲击量也只是球迷们的一响罢了 要说几倍库里打服的球星 杜兰特是最好的例子 把时间拨回到16年昔绝 杜兰特和威少的王炸组合 最后一次向世界展现了他们合体的能量 将那年无法战胜的勇士 逼到了悬崖峭壁般的3比1 而73胜的勇士 及时找回自我 绝处逢生 淘汰了双少最后一搏的俄克拉和马雷霆 格林的踢弹 汤神的佛光降临 库里高喊着 我们不会回家 和杜兰特无奈的表情 都让这一年的西部决赛 变得更加令人难以忘记 相比起G6克莱的天神下凡 很多球迷都忽视库里在那年G6的表现 没有他的31分10助攻 9篮板2抢断 勇士可能都等不到佛祖降临 而在情形更危急的第五场 库里三分球8投4中 砍下31分7篮板6助攻5次强断 帮助勇士将比分追到了2比3 到了G7 库里才是勇士获胜的首攻之陈 第三节单节9分带队反超雷霆 第四节面对雷霆的疯狂反扑 库里单节再砍15分 全场3分球12中7 砍下36分8篮板5助攻 杜兰特在那年西角里 场均可以得到30分8板2.8助 1.7段1.7帽 三项命中率42%加28%加92% 已然轻其所有 但相比起雷霆 勇士是更好的球队 没有人知道抢其失利后 库里和杜兰特拥抱时说了什么 但单凭杜兰特加盟勇士 以及1718年的自我定位 就不难得出库里打服杜兰特的结论 当然被库里压制最惨的球员 还得数农眉 在醍湖时期 农眉和库里交手共18次 可在整整七年之中 农眉只赢了一次 或许也正是库里催生了浓眉离队的想法 在联手勒布朗后 也最终成功夺冠 四次NBA总冠军 十次入选全明星 九次入选赛气最佳阵容 两次常规赛MVP 史上唯一全票MVP和180俱乐部的得分王 他用三分球改变了这个联盟 改变了篮球这项运动 也向世人证明 篮球绝不只属于那些 身强力壮者的游戏 很多球迷会乐死不疲的 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了解库里 球迷们都知道 他非常擅长投射三分球 即便是那些超远三分也不在话下 不过库里在球场下是一名很有趣的球员 他性格活泼开朗 很受队友喜欢 也非常喜欢吃爆米花 曾因为自己的娃娃脸 而被酒吧工作人员误认为是未成年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库里七件 显为人知的事 这些你都知道吗 1.库里曾为矫正投篮手型 经历痛苦岁月 作为NBA史上极为罕见的精英射手 库里的投篮能力 尤其是远投能力 让人感到难以置信 相信很多球迷都曾在视频网站上 看到过库里在赛前热身时的表现 不论是在球员通道 还是在中场附近 他都能轻松投篮 而且对于那些超远距离的投篮 他的准确率也是相当惊人的 许多人认为 库里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出色的投篮能力 完全是因为他天生具备的超凡天赋 这是我们其他人所无法企及的 对于库里拥有投篮天赋的说法 我们没法进行反驳 然而库里之所以能够培养出 让对手胆寒的投射能力 绝非凭空而来 而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所以MBA球员戴尔库里的儿子 库里从小就沉浸在篮球的世界里 他常常去球馆观看附近比赛 这种环境无疑加深了他对篮球的热爱 然而在高27 老库里发现了库里投篮首先的问题 意识到这一点后 老库里决定严格纠正库里的投篮动作 整个夏天 库里经历了严苛而枯燥的投篮训练 因为他以往的投篮动作已经根深蒂固 想要纠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每次正式训练前 他都要被要求额外加恋 一千次投篮 这种训练成为了他最艰难的岁月之一 库里的姑姑杰吉库里 曾经形象地称之为夏天之泪 描述的史蒂芬库里 在这段时间里不断流汗流泪 但却始终坚持投篮的情景 在这段时间里 库里仿佛成了他的父亲戴尔库里 付出着同样的艰辛和努力 库里身材偏瘦体色数据却很不错 库里刚进入联盟时 身材偏瘦在联盟这样的肌肉丛林中 很不起眼 很多没有关注过库里选秀体色的球迷 会认为库里的体色数据一定会很差 毕竟库里除了身材偏瘦外 他的定位是射手 而一般射手球员的身体素质比较一般 运动能力不足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库里参加选秀时的体色数据 却出人意料地出色 尽管身材纤细 但他的体色数据却令人印象深刻 甚至与曾获得扣兰王称号的布雷克·格里芬相媲美 在当年的选秀体色中 库里的原地起跳高度达到了0.75米 助跑起跳更是高达0.9米 与格里芬毫无逊色 格里芬的助跑弹跳也是0.9米 原地起跳高度为0.81米 更惊人的是 当时库里只有84公斤的体重 却能完成十次握推 这一数次甚至超过了当时参加体色的坎文多兰特 后者的卧推数据为0 因此别因为库里身材千细就小看他 他证明了即便身材矮小 也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3.尼克队当年也想选库里 但被勇士队截胡 在2009年参加N倍选秀时 库里拒绝了很多球队的视讯 其中甚至也包括勇士队 库里当时仅接受了国王队 尼克队和山猫队 现为黄蜂队视讯的邀请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 老库里明确表示 希望库里能为尼克队效力 而库里本人也渴望前往纽约 在为尼克队视讯时库里的表现 给当时的主帅迈克·德安东尼 留下了深刻印象 德安东尼甚至开玩笑说 我们可能不会选你 因为如果选了你 阿兰休斯顿就是尼克队第二好的射手了 很明显德安东尼对库里的才华印象深刻 尼克队与库里之间也产生了共鸣 然而勇士队在2009年选球大会上 毫不犹豫地用首轮第七顺位选中了库里 尽管库里没有为他们视讯 也没有表达过想为勇士队效力的意愿 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做出这一决定 尼克队手握第八顺位却被勇士队奖先 勇士队的总经理拉里·莱利 从一开始就对库里的能力印象深刻 而库里及其佳人最终也理解了勇士队的选择 如今看来库里和勇士队的选择可谓相得一张 尽管曾经经历过低谷期和脚踝伤势的困扰 但库里在勇士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荣誉 并且仍然保持着巅峰状态 他们彼此成就 共同书写着篮球史上的辉煌篇章 4.库里的偶像身高仅有一米六 很多NBA球员有自己的篮球偶像 库里也不例外 与那些江麦克尔乔丹 魔术陈约翰逊和拉里·伯德等 超巨示威偶像的球员不同 库里的偶像看起来并不起眼 身高仅有一米六 库里的偶像是小虫 迪尼·伯格斯 身高一米六的 他曾是NBA历史上最矮球员 老库里大部分职业生涯 都效力于黄蜂队 而伯格斯也是如此 这两位球员不仅曾是队友 而且是彼此非常要好的朋友 库里小时候就经常在场边 观看老库里的比赛 他甚至多次被带到黄蜂队的更衣室 当年在更衣室中 伯格斯抱着年幼的库里飞翔的视频 曾在网络上引起轰动 伯格斯对库里形有独钟 而对于打空位位置的库里来说 伯格斯则是他心中的榜样和偶像 这种特殊的篮球情谊和师生关系 也成为了库里职业生涯中的一段珍贵回忆 5.库里曾险些加盟中国CBA联赛 2011年NBA联赛陷入停摆危机 这一事件促使许多NBA球员 考虑前往海外打球 包括一些超级巨星如科比布兰特 就连库里也曾面临这个选择 有不少CBA球队向他开出了合同报价 谈判进展也很顺利 库里当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中国联赛看起来不错 他的经纪人也在考虑几分报价 然而中国篮鞋的规定 却成为了他前往中国打球的绊脚石 根据当时CBA联赛委员会的规定 与CBA球队签订合同的现役NBA球员 必须是自由球员 且不能在NBA还有未执行完的合同 此外签约的NBA球员 还必须在CBA效力至少一个赛季 且不允许在NBA停摆后返回美国 这些规定让库里最终未能成行 无法加盟CBA 库里是当今联盟球风最为华丽的球员之一 但曾经也常常为了追求华丽而频频失误 终于有一天他老妈索尼亚看不下去了 他知道库里非常喜欢挑战 于是便和儿子定下了一个规矩 以后只要在比赛中失误超过三个 每多出一个库里就要给他老妈100美金 赛季结束后统一清算 之后老妈就会把全部罚款提出来 给自己买鞋买包 对于母亲的惩罚他表示 我每场比赛都有了额外的动力 我知道假如失误太多 他就会发短信嘲笑我 还告诉我自己又想买什么东西了 7.热衷公益事业 全球每年有几千万人感染瘧疾 特别是在非洲 据统计在非洲每30秒就有一个孩子死于瘧疾 而最有效的预防瘧疾的方法就是使用驱虫蚊帐 2012年库里和非洲文账基金会达成协议 每投进一记三分就会捐赠三个房瘧疾文账 2013年库里前往坦桑尼亚发放瘧疾文账 帮助难民挂网安抚悲伤的母亲 走访当地的诊所 会见国王任寿崎岖漫长的山路 甚至入住一碗8美元的酒店 但是库里从来没有抱怨 NBA很多球员在参加选秀之时 他们都有自身的一个球员模板 这些模板是根据他们打球的特点和优势来设立 是官方对其未来发展轨迹给到的风向标 年轻球员也是以超越自身模板为努力的方向 而当有人被设定为上线乔丹 下线科比 或者是张大帅和指环王的结合体 那么这人基本上就是要水了 因为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这话放在哪都一样 那么在NBA 有球员超过自身模板的吗 虽然少 但还是有的 哈登清出玉兰 而胜玉兰 库里溢出模板最显然 詹姆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杜兰特对前辈大包援 还有硬撑小钱的权力更迭 今天 阿斌就带大家盘点 这些突破预想的球员 或许天空才是他们的极限 说到哈登 第一印象是什么 夜店 碰瓷 后车铺 阿斌最初会想到吉诺比利 这是大胡子的模板 虽然本赛季的哈登 主场被篮网球迷狂虚 但这是NBA版本更新 他所必然经历的阵痛 回顾他的职业生涯 绝对是巨星水准 比起模板吉诺比利 强得不是一心半点 两人都是左手将 且都有着鬼魅的欧洲步绝技 哈登早期发展轨迹 就是按照妖刀来的 尽管大胡子贵为09届探花 但他甘当雷霆的替补 是球队第二阵容的骑兵 和吉诺比利一样 哈登也拿过最佳第六人的奖项 不过 哈登转会后 他开发了自己的全部潜力 除了没有总冠军 他个人荣誉碾压吉诺比利 在NBA赛场 大胡子至少拉开了腰刀两档 常规赛NBP这个奖项 吉诺比利从未进入过讨论范围 而哈登 得分王 助攻王 最佳阵容的数量 均是吉诺比利无法企及的 吉诺比利的NBA巅峰是什么时候 是05年力拔活塞 助马次夺冠 是被称为20分钟乔丹 如果够强 怎么会一直当替补 别说战术需要 那都是屁话 他长时间在场上 效率势必会大打折扣 说白了就是实力不够 当然 妖刀球迷会说 国际赛场的荣誉 但是 阿斌还想说的是 孟制队输阿根廷的时候 领军人物是邓肯 总没人说 是否比不过妖刀吧 况且 当时哈登还在发育阶段 总不能用前朝的剑 来斩本朝的关咯 再者 哈登参加国际大赛 就没有输过 吉诺比利 我盖了哈登的帽 算你狠 合着阿斌白吹了半天的哈登 哼 下一个 接下来这一位 真的是彻彻底底超越了 大家都是先认识母版 再认识年轻球员的 但这一组刚好相反 库里 只要看NBA的 谁人不知 哪人不晓 关于他的履历 无需赘述 而他的模版拉尔夫 一说这个名字 估计大部分人 都要去维基百科里查一查 实际上 虽然此人在NBA历史上 并非大咖 但也绝非龙套地 拉尔夫也曾经是一名 非常出色的投手 大部分职业生涯 在金块队度过 曾经与穆大叔一起完成了 NBA历史上 第一次黑八奇迹 整个职业生涯 拉尔夫场均 能够砍下14.6分 命中率44.5% 三分球命中率35.6% 在那个三分球 远没有如今 这样被看中的环境下 拉尔夫可以被定义为 一名出色的射手 只不过 现如今 他最大的头衔是 库里姆版 因为后者实在是 超过他太多了 这也是拉尔夫 唯一能和NBA历史级别 球星相提并论的机会 说完了相差最大的 来说说相差不大的 众所周知 张姆斯是NBA第一小前锋 当然 你若非要抬杠说是博德 那也由着你的信 其实 张姆斯最早进入NBA的时候 注册的位置并非小前锋 而是组织后卫 他也在处子赛季 大部分时间担任一号卫 看过他的选秀母版就知道 为什么这样安排了 在参加选秀时 张姆斯的打球风格 经常与魔术师约翰逊比较 他们都是身材高大 传球视野出众 且非常乐于分享进攻的篮球天才 创造得分的能力卓越 虽然詹姆斯被誉为乔丹的接班人 穿的球衣也是23号 而非32号 但追求合理的打法 以及拥有传球创意 这两点和魔术师更为接近 不过 如果都选择合理与高效 那还要超级球星干嘛 詹姆斯不少比赛 在关键时刻选择传球 而非自己终结 这使得很多人 都对他的精神属性产生诟病 但是 当他放开轮的时候 得分网友了 绝杀球多了 2018年 各种中远距离投篮 炉火纯青 这些进攻端的表现 可都是魔术师身上没有的 而他在胡人夺冠那个赛季 也能荣因联盟助攻王 概括起来就是 只要詹姆斯想 他就能在场上做任何事情 如今的他还在追逐伟大 历史地位坐二望一 比大部分时候排名第五的魔术师更高 说超越不过分 然后再说两个熟人 杜兰特和麦迪 阿杜在参加2007年NBA选秀时 母版就是那个风华绝大的一号 两人身材都很鲜长 事实上 杜兰特和麦迪的打法也很相近 尤其是飘逸的球风 麦迪摆马长枪 杜兰特挥舞死神镰刀 两人在进攻端都有惊人的天赋 得分都是予取予求 说完相似的就要说差别了 接下来请麦迪球迷回避一下 因为内容过于残忍 如今看来 杜兰特的实力和成就 早已超越了巅峰麦迪 在后者最引以为傲的得分方面 麦迪是收获了两个得分王 但杜兰特以四个的数量将其吻压 而成就方面更不用比了 因为麦迪的成就 刚才就已经提到了 数来数去还是两个得分王最拿的出手 其中一个还是战绩垫底的赛季得到的 即使35秒13分再神奇 那也不过是一场常规赛而已 从未自己带队突破季后赛首轮 这是营绕在麦迪头顶的魔咒 而杜兰特 光是雷霆早期 就已经能够在西部和胡人小牛 这两当季冠军杀得有来有回 要知道 当时威绍和哈登还没有出新手村呢 而之后的MVP总冠军 都是麦迪渴望而不可及的 你可以说阿杜的总冠军是抱团来的 但那也是麦迪没有的 2013年总决赛遗憾的 不只是马次还有麦迪 当然麦迪也很优秀 要不然怎么会是杜兰特的偶像呢 只是NBA生涯过于悲情了 但实际上 杜兰特一路走来也不容易 那句妈妈才是真的MVP感动无数人 最后再说一位小前锋 保罗·乔治 PG在2010年首轮第十顺位被六马选中 当时他的选秀母本 就是自己球队老大哥丹尼·格兰杰 应成希望他成为像格兰杰一样 防守出色并有三分的3D球员 而乔治也是不负众望 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 2012年季后赛 他的发挥给热火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而之后一年 更是一度与詹姆斯展开对标好戏 而反观格兰杰则受伤病影响 球队戏份逐渐下降 保罗·乔治随即成功上位 并坐稳了六马一哥 他也凭借强势的崛起 成为格兰杰之后 球队又一个NBA最快进步球员奖项的获得者 可惜 在2014年夏天 乔治遭遇了重大的伤情 耽误了他的掌球 但他之后浴火重生 在2018-19赛季 打出生涯迄今为止最高光一季 已然是联盟巨星MVP前三 这是格兰杰从未有过的高度 本赛季初期 缺少伦纳德的快艇 战绩较同城的胡人更为出色 保罗·乔治自然功不可没 对比紫金军团的雷声大 雨点小 他们可谓闷声发打财 说不定能够走得更远 让我们拭目以待 智者欣赏 愚者比较 本无心论高低 这些作品也并非要拉仇恨 而是想告诉大家一点 永远不要给自己设限 其实 你可以更加出色 这一篇注定会到来 可在此之前 你的名字已经光耀金州的年轮 2021年4月13日 伟大的史蒂芬库里超越了张伯伦 成为金州勇士的对史德分王 不过在所有人看来 库里早已经用他的三分球划破了天空的极限 在这片拥有深厚篮球底蕴的土地上 他已经成为众望所归的金州之王 从一位稚嫩的青年领袖 再到一只王朝之师的统帅 今天的库里 在王朝落寞的一片荒腐中戴上王冠 此刻 他就是传奇 2009年的选秀之夜 手握第七顺位的勇士 选中斯蒂芬库里 此时的金州 第一任大胡斯后卫 拜伦戴维斯出走快船 宣告着那只黑巴奇迹的勇士 濒临解体 在库里来到之前的08-09赛季 他们只得到29胜 当奇迹的浪潮退去 谁才是真正的金州救世主 会是库里吗 他在新秀赛季时 就能够砍下36分 10篮板 13助攻的巨星数据 最终以场均17.5分 4.5篮板 5.9助攻 1.9强段 在三分线上 有着43.7%的杰出表现 全票入选了最佳新秀一阵 并且入围了年度最佳新秀的决赛选 不过库里依旧以100分之差 最终遗憾地输给了出道及巅峰的艾瑞克·艾文斯 除了在数据略逊与仇 几乎当时所有的球迷和媒体 对于射手都带有评见 90年代最强射手雷吉米勒终身无关 雷阿伦在波士顿组成三巨头之后 才第一次捧起总冠军金杯 在库里之前 无论多么神勇的投手 投篮手感总有失准的比赛 但是防守不会骗人 篮球师巨人的运动 飘在外线的射手 不可能带队夺得总冠军 即使是后来开创了小球风暴的勇士 在那个时候都选择将球队中的大合同 砸向纽约的全明星大中锋 大卫里 以及后来的状元中锋 波古特 更何况 此时的勇士阵容中 已经有一位名叫蒙塔爱丽丝的 进攻型后备 库里真的会是他们的救世主吗 常言道 天将将大任于四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轻骨 在二年级的库里 极度的渴望证明自己的时候 他的右脚踝给他敲上了颈封 他不得不在休赛期进行脚踝手术 打球的兄弟们都知道 崴脚这件事情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这次的受伤仿佛打开了库里 脚踝上的潘多拉魔盒 并痛一点点的吞噬着这位宁静的射手 仿佛要将他一步步拖入深渊 一至一二赛季 库里整个赛季就扭伤了五次右脚踝 比赛也总是打打停停 状态起伏非常大 他在仅仅出战了26场比赛之后 就不得不在常规赛结束之前 宣布赛季报销 库里终结了别人的脚踝 而眼下他的脚踝却终结了他 所有人都忘记了他在球场上 不可思议的进攻表演 却深深地借助了他咬着牙套 为了忍受痛苦拍打地板的画面 库里在和他的私人训练师 布兰登佩恩进行康复训练时 库里悄悄地告诉佩恩 我感觉我这两年除了等待康复 什么也没做 他丝毫没有掩盖自己失望的情绪 我感觉到我再也不能上场打球了 2012年4月25日 在南加利福利亚州骨科研究院 此时距离库里的新旧合同 只剩下最后六个月 而他此刻却在手术床上准备麻醉 在不到一年以前 库里就经历了右脚踝两条基建的重建手术 按医生的话说 他们当时就像两条烂毛衣一样拉伸着 而眼下NBA最盛名的外科医生 理查德·费克尔准备挽救库里的职业生涯 医者人心的他不会知道 他同样在挽救NBA的未来 最坏的情况是完全放弃库里自己的基建 从尸体的身上取得健康的基建后 再次重建右脚踝的结构 如果这样 费克尔只能祈祷库里的经纪人 已经与勇士签好了续约合同 因为他根本不可能在合同到期之前 康复过来 不过好在情况没有那么糟糕 上帝留给库里脚踝紧的怜悯 费克尔用一种叫刮刀的机动设备 花费了一个半小时才刮干净了库里脚踝里的发炎组织 骨刺以及软骨碎片 库里终于能够健康地回归就场了 2012年10月1日 勇士与斯蒂芬·库里签下了四年价值440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 同时将外线核心爱丽丝送嫂换来了伯古特 球队决心以库里为核心舰队 球迷却并不领心 他们当然欢迎大卫里和伯古特这样的明星内线 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将未来压在库里身上 一个玻璃脚踝的射手 即使恢复健康又能坚持多久 即使库里在12-13赛季出战了78场常规赛 即使他的场均数据也突破到了22.9分 四个篮板和6.9次助攻 但是他的右脚踝始终如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 让球迷们提心吊胆 库里在2013年1月缺席的四场比赛 以及3月上旬上退的比赛里 都是因为扭伤了右脚踝 最糟糕的是 当勇士好不容易闯入季后赛的时候 库里又在面对绝筋和马子的围剿时 将另一只左脚踝扭伤 只能一蹶一拐地坚持到赛季结束 库里明白 手术只是治标不治本 想要真正解决自己玻璃脚踝的顽疾 重整男人雄风他还要改变更多 勇士有一个球员状态观察部门 在当时其实就是观察库里的脚踝健康 在部门总监莱尔斯看来 库里虽然是这个世界上变相最好的球员 但是他的职业生涯的早期 明显过于依赖自己的速度 给他脆弱的脚踝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但变相真正的力量是来源于人体的宽部 他希望库里能够学会更多的用臀部发力 减轻脚踝的负担 同时他的父亲戴尔库里 作为一名在NBA征战了16年的老将 也向儿子提出了意见 将重训加入到了训练的计划中 为了加强脚踝兽的力量 库里90%的下肢力量训练 都是单腿完成 莱尔斯惊讶地发现 库里在训练中 总是能飞快地掌握训练的要点 并且马上就能复制出教科书级别的动作 他训练自己身体的时间 一点也不比训练投篮的时间少 惊人的天赋加上惊人的刻苦 库里的训练成功 很快就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果 库里原本只能在硬拉上拉起 200磅到225磅 在特训之后的第二年 就将自己的硬拉成绩提升到了400磅 是他自身体重的两倍还多 在整支金州勇士中 他的硬拉数据仅次于身高6尺11 体重265磅的中锋 虽然库里看上去依旧在NBA球员中偏瘦 体重也依旧保持在190磅 但是他身体中蕴含的能量 已经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除此之外 库里的安德玛千名球鞋 都在脚踝处预留了带护踝的空间 配合上赞斯特护踝 这一层又一层的防护 让库里彻底没有了后顾之忧 如一个球场精灵般 全场飞奔 就这样 增强身体力量 精心呵护脚踝 每天一杯肾板 他好 酷嫂也好 与此同时 金州勇士队内也迎来了巨变 另一位超级射手汤姆森的突然崛起 神社教头科尔 带着他的射手体系入驻金州 让勇士有了 用三分球对抗全世界的底气 一次之一五赛季 饱受苦难的斯蒂芬库里 终于迎来了自己浴火重盛的时刻 整个常规赛 库里场剧能够得到23.8分 7.7助攻 4.3篮板 2.04次抢断 率领勇士 在常规赛拿到了 67胜15负的战绩 位列全联盟第一 他在出战的80场比赛里 投进了286级三分球 刷新了NBA单赛季的三分命中纪录 跨越半个赛场的三分球 一次又一次刷新着 我们对于篮球的认知 库里用自己疯狂的表现 在全球掀起了三分狂热 2015年1月23日 库里利亚詹姆斯和杜兰特 成为了全明星票王 又在三分大赛上夺魁 风光无二 2015年5月4日 创造历史的库里 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新科MVP 而此时 距离勇士的上一个常规赛MVP 已经过去了整整55年 他的名字同样震骨硕金 名为威尔特·张布伦 在库里的带领下 勇士在季后赛里 用三分大炮打的所有球队 措手不及 自从1946年NBA的前身 BAA建立以来 有见过围绕双塔建立的内线强队 也有围快不破的华丽炮轰 亦或者是固若金汤的防守堡垒 但是三分如此凛冽 刀刀杀人的球队 却前所未闻 他们最终 在14-15赛季的季后赛 取得了16胜5负的战绩 从来没有哪支强队 能够把他们拖入到第七场 库里终于捧起了自己职业生涯的 第一座总冠军金杯 将所有人的怀疑都踩在了自己坚强的脚踝之下 只不过FMEP还是颁给了一个达拉 库里也在那一夜变身成为了魔王 每支球队都想要限制住他的火力 又想在三分线上复制他的成功 对库里嗤嗤以鼻的老牌教练 开始琢磨三分战术 越来越多的球员投身进入到三分训练之中 努力地提升自己远射的命中率以及距离 原因很简单 他们都想像库里一样打球 他们将库里作为三分射手的天花板 使出了全身的气力去追赶 可是在荆州 库里已经独自将这个天花板打破 15-16赛季 谁也没有想到 未免冠军勇士 不但没有因为夺冠赛季而显露疲态 反而越战越勇 将自己的战斗力又抬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从2015年10月27日的第一场比赛开始 勇士横扫了所有对手 掀起了一波开赛24连胜的惊涛骇浪 一直到12月12日才在熊鹿身上栽了跟头 随着赛季的深入 其他球队惊恐地发现 这个星球上似乎已经没有能够阻挡他们前进的球队 不是说好了投篮的手感会失准吗 怎么眼前这个来自荆州的怪物 却能在每个夜晚 轻易跨越大半个球场将皮球投进篮筐 库里的手感火爆了整个赛季 他的勇士也一路视如破竹 无论多么巨大的劣势 总是能通过一波三分语席卷对手 然后在第三节轻松打卡下班 他们在主场取得恐怖的45连胜 所有人都明了 这个赛季的勇士 根本就没有在意某一场比赛的胜负 他们一直都在向着那唯一的目标袭来 72胜公牛的神话记录 2016年4月14日 此时的勇士战绩刚好是72胜九负 他们即将迎来自己在常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而对手是灰熊 同时这一天 科比也迎来了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 在勇士面前 灰熊乖巧的像是熊娃娃一般人在割 库里轻取对手的同时 常规赛的战绩也来到了73胜九负 超越了篮球之神的公牛神话 而科比也以60分的收官战 为自己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在球哥看来 联盟最伟大现役后卫的名誉 在那个夜晚已然完成了结霸 那一年的常规赛是属于金庄勇士的 同样也是属于库里的 他在这个赛季打破了自己保持的单赛季三分球命中注 从286飙升到402 光是中间增加的116个三分球 都是绝大部分球员达不到的高度 期间打破的无数个三分小记录 堆叠在一起能够让球哥念到今年赛季结束 除此之外 库里在场均得到的34.2分钟的上场时间里 闲庭信步地砍下了30.1分 5.4篮板 6.7助攻 2.1抢断 成功加冕得分王和抢断王 无可挑剔的个人表现 神话级别的战队成绩 库里不仅在15-16赛季的第一阵容评选中全票入选 更是在MVP评选中得到了所有131张第一选票 成为NBA历史上第一个全票MVP 这是乔丹都没能完成的成就 但是却没有人对此感到丝毫的诧异 因为库里在那个常规赛创造的所有成就 已经超越了篮球之神 可惜也只有在常规赛而已 原本战悟不胜的神话勇士 在季后赛却遭遇了难以想象的阻拦 在前两轮轻松淘汰掉开拓者和火箭之后 勇士在西部决赛上遭遇到了雷霆的狙击 他们在1比3落后的情况下 凭借着汤姆森在第六场的救世神迹终于涉嫌过关 杀入总决赛的勇士 面对老对手詹姆斯领军的骑士 一鼓作气地取得了3比1的巨大领先 这样的故事好像和西部决赛如出一辙 就连结果也一模一样 只是库里从主角变成了背景版 克里夫兰人带着坚强的意志 以及必胜的决心连下三成 与之相对的 是库里在第七场关键时刻的背传失误 让勇士的73胜沦为了骑士造就奇迹的陪衬 这是他职业生涯最遗憾的瞬间 痛彻心扉的心碎和遗憾 让他这赛季结束后的一个月内 都不愿意再去触碰自己心爱的篮球 格林在更衣室内待坐伴下 他自称在此前打了一百万个电话 发了一百万条短信 一切都通向俄和拉克马城 这是他第一百万零一条短信 你看到我们缺少什么了 我们需要的 让这件事情发生吧 这一次他们终于等来了回音 我准备好了 让我们联手吧 落款人凯文·杜兰特 联盟最强进攻球员加入联盟最强进攻的球队 但是强行拼凑巨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作为球队领袖的库里 展现出了十足的领袖魅力 我不在意谁是球队老大 我也不在意谁在奥克兰最会守欢迎 甚至不在意你的球鞋会不会比我卖得更长销 如果你下赛季赢得了常规赛MVP 自己一定会坐在最前排带头故障 随后的三年里 库里连续两年夺得MVP 也连续两年捧起总冠军金杯 同样也连续两年错失了FMVP 他牺牲掉了自己的场军得分和场军出手 但是其中的过程对于他自己 以及整个勇士来说却是一段甜蜜的回忆 他们虽然没能再去复制一五之一六赛季的神话 但是却在季后赛真正做到所向披靡 无人能打 而库里从无所不能的超级得分手 蜕变成了真正的领袖 他领导球队的方式并不像詹姆斯一样 用个人能力将整个球队打理得津津油条 而是和每一个球员都成为最好的朋友 将无私带到整个球队中 那只记忆中的荆州勇士 不分全明星超剧还是角色球员 球队上下其乐融融 大家都愿意分享球 也会为每一位队友的进球而欢呼起舞 他们不再沉迷于三分 而是将几位得分手制造的空间利用到极致 各种切入传导玩出了千百种花样 让每一位球员都能成为球队的英雄 四年三冠的尾业 库里真正的建立出了一个王朝球队 即使在2018年达到顶峰之后 奥克兰人都相信他们仍有进步的空间 在下个赛季踏上新的台阶 18-19赛季 勇士虽然不负往日的神奇 但是依旧保持着极强的统治力 以57胜的战绩牢牢占据西部帮手 其他的西部球队 甚至没有给他们制造太困难的阻碍 勇士就在季后赛里一路杀入了总决赛 而他们的对手已经不再是詹姆斯 而是王朝新的挑战者 多伦多猛龙 在很多球迷看来 这支没有总决赛经验的球队 将会成为王朝勇士的祖上鱼肉 盛级转衰 否及泰来 建立一栋高楼大厦 往往需要长达数年的努力 可轻塌却只是在一瞬之间 系列赛第五场 强行复出的杜兰特遭遇跟腱断裂 第六场 这六汤在曾经属于自己的时刻 跌入深渊 鲁尼强顶着肋骨骨折的疼痛 坚持战斗 库里一眼望去 海啸三兄弟已经失起二 曾经风光无限的王朝之师 如今已经满地苍蝇 纵使他以场军30.5分成为系列赛得分王 也没能帮助球队力本狂澜 看着猛龙在自己眼前捧起总冠军金杯 杜兰特选择远走布鲁克林 汤普森又在康复期间二次受伤 就连自己也遭受左手掌骨折的折磨 勇士在19-20赛季 从西部第一蹦极跌倒 联盟垫底 库里拼搏了大半个职业生涯 最终跌跌撞撞回到了原点 球迷们的记忆是有实践的 随着新课MVP的崛起 一批批新兴的年轻球员登上历史的舞台 一直是超级球队的拔地而起 很多球迷在这个赛季之后 选择遗忘库里过去的辉煌 随着库里年纪的不断增长 我们总是觉得 好像已经不能再要求他做得更多了 属于勇士的时代 属于库里的时代 终究是要过去了吗 库里给出了他的答案 他在这个赛季 带着一群年轻稚嫩的小将 再次踏上升城 从汤普森 杜兰特到乌布雷维金斯 从28岁到33岁 库里依旧每晚不知疲倦的无球跑动 让这些年轻球员们 能够尽快融入到球队中 当勇士被逼到退无可退的绝境时 库里又会在危急关头成为救世主 挺身而出 本赛期至今 库里场均能够命中5G3分 得到30.4分 而在他封城的2016年 这两项数据分别是5.1个和30.1分 33岁的库里正在努力地追赶着 28岁时候的颠覆模样 去复制那年不可复制的3分之神 2012年4月13日 在比赛开始之前 库里距离张伯伦创造的队史得分记录 只差18分 库里在第一节就开启暴走 独揽21分 超越前辈 独占得分榜榜首 全场砍下53分 伟大的斯蒂芬库里 在荆州球迷的簇拥中登基为王 也许 对于33岁的他来说 职业生涯的新篇章才刚刚开始 职业生涯突破3万分 没问题 在三分榜单上超越雷亚轮 没问题 又一座总冠军金杯 甚至是首座FMEP 球哥依然选择相信他 一切只因为 You can do all things 最近NBA迎来了夏季联赛收官之战 国王逆转凯尔特人夺得冠军 至此 今年新秀都基本完成了 踏足NBA正式赛场的准备工作 通过夏季联赛看得出来 这届新秀的质量是配得上 球迷们对选秀大年的期待的 赛场的超强表现 也为他们各自的球队带来了巨大利好 其中就包括荆州勇士队 在今年的选秀大会上 勇士在第七顺位摘下了 乔纳森·库明佳这名潜力新秀 可能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第七顺位对于勇士而言 是个幸运续号 因为他们就是在2009年 第七顺位选中了 勇士队史最伟大的球员 库里 从此揭开了荆州王朝的开端 虽然近两年球队圣级而衰 但是库里始终在扛着球队前行 期间也为球迷奉上了 一场场炸裂的表演 今天阿兵就带大家回顾 上赛季勇士主场对阵金块 看库里抬手纵横三分线 一键光寒定荆州 成功超越张博伦登顶勇士队史得分王 此一之前 绝金高居西部第四 勇士位列西部第十 四是四十是十 不能把四当成十 也不能把十当成四 阿兵用这段绕口令 来表达一下两队整体实力的差距 绝金志在夺冠 勇士则还在为争夺季后赛名额苦苦努力 要说这两队有什么恩怨 恐怕就是2013年 勇士在季后赛首轮以下克上 完成了对绝金的黑六奇迹 并收获了暑期礼包伊格达拉 这场比赛 勇士是否还会上演挨兵必胜的好戏 库里还能否延续过去六场的火热手感 帅队爆冷 我们拭目以待 开场不久 库里就在攻防转换中 接到格林的传球 底线发炮三分入网 为自己整场表现奠定基调 说实时 库里快 紧接着又在新一个进攻回合中 利用队友挡拆命中超远三分 短短一分钟内连拿六分 正式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而伟大的表演往往需要好的配角 绝境当家约基奇 就担任了这一角色扮演 他利用自己组织上的才能 先后助攻巴顿 波特拦下得手 予以回击 而当晚的库里 决心要将自己的戏份加到最大 外线接连出手 但无虚发 这一夜 篮球之神穿着30号球衣 降临奥克兰 手机末端 犹如神助的库里持球突破 强硬打进 此时他的总得分来到了17784分 正式超越队史民宿张博伦 排名勇士队史第一 若非疫情影响没有现场观众 不然迎接他的 必将是珊瑚海啸般的呐喊与掌声 此后 库里状态不减 在进攻中疯狂输出 决精队实在难以抑制 他的砍分势头 不过整体实力更加占优的绝精 仍旧牢牢掌握着比分领先 越魔力越锋芒 正是由于对手的强大 才造就了强者的不凡 无人能挡的库里 在第三节还未结束 就命中个人本场第十第三分 并用自己强有力的回应 感召了队友 正是在球队领袖 身心士足的表率下 格林、维金斯渐渐打出了状态 继而成功扭转场上局势 来到末节决战 勇士占据领先 而绝经同样值得尊敬 他们始终没有放弃 在最后还剩不到一分钟的时候 木雷快速突入禁区 在对抗后倒地不起 最后只能在对一的搀扶下离场 就此 比赛已再无悬念 最终勇士在库里 狂堪53分的里程碑之夜 收获了一场宝贵的胜利 30年河东 30年河西 回过头看前几年的勇士队 赢球不算新闻 输球才是新闻 胜利对他们来说 就是家常便饭 用一句流行话说 就是赢麻了 现如今为了杀进季后赛 而拼尽全力 不知道这样的悟患心仪 会在刚刚超越张博伦的库里心中 泛起怎样的涟漪 这场比赛对于库里而言 远古大神张博伦的身影过于遥远 除了今晚 可能没有过多时候 会把这两人联系在一起 虽然他们都很伟大 不同于张博伦一开始 就展现出惊人的运动天赋 球员时期以身体和得分著称 库里可以说是奴隶型球员的代表 他从进入联盟到现在 完全超过了外界对他的期待 阿斌觉得 本场赛况最让库里联想到自己的 不是被超越的张博伦 而是最后时刻倒地不起的木雷 望着木雷躺在地板上的身影 库里肯定会想起自己同样有过的经历 而且远不止一次 天降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库里的处子赛季还算顺利 当他准备再上一个台阶的时候 伤病的阴霾开始向他靠拢 有道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你要走得远 首先腿脚要利索 而库里早期生涯 却是一部满满的脚踝伤病争斗史 从第二个赛季开始 脚踝就成了库里的阿卡留斯之种 2010年12月9日 库里在跟马兹的比赛中 第一次扭上了右脚脚踝 互不担心 甚至还成群结队 全赛季库里扭上右脚脚踝高达5次 在那个休赛期 库里进行手术修复和增强撕裂的韧带 术后的库里依旧愁出满志 毕竟伤病在NBA中是常有的事 只是不知道下一个谁会被他找上门 然而如果把伤病比作击鼓传花的那颗炸弹 那么传到库里的时候 仿佛被沾了胶水一样 不但扔不出去 还牢牢粘在了他的右脚踝上 新赛季开打不就 库里在跟火箭的比赛中 又又又又扭上了右脚脚踝 这次伤病直接让他缺席了两周比赛 这只是一个意外 停一停就没事了 两周的时间不长 我完全可以走出来 库里这样安慰自己 当幸福来敲门 你没开 他也就默默地走了 而当悲伤来敲门 拟不开 他就会直接破门而入 挡也挡不住 2012年3月12日 库里在跟快船的比赛中 不慎踩到格里芬的脚上 造成了脚踝再再再次扭伤 导致他未能出战赛季剩余的28场比赛 这里或许用赛季报销更直接 但是阿斌舍不得用这四个字 因为这是库里的第一次 却不是最后一次 而迎接库里的右脚脚踝手术是第二次 霍西福索伊 赛翁世马颜值非福 2011-12赛季 是库里职业生涯中艰难的一年 玻璃体质的脚踝 让勇士在赛季中期产生了交易库里的想法 希望用他换取熊鹿大中风伯古特 但当时熊鹿的医疗团队拒绝了这个方案 他们对库里健康状况表示担忧 最终 他们选择了用蒙塔爱丽丝换来了伯古特 也正是因为这笔阴差阳错的交易 意外地辅证了库里 确立了勇士未来十年的基石 铸就了后来的勇士王朝 2012-13赛季 库里的脚踝虽然还是受到了伤病的重点照顾 但是他顽强地挺了过来 并率队打进了季后赛 季后赛首轮 挑战前面提到的绝经队 面对势不可挡的库里 面对命途多舛的库里 伊格达拉拒绝了主帅乔治卡尔授意 弄伤库里的做法 并提醒库里场上要多加小心 对于库里来说真的是伤不起了 这也是为什么库里和伊格达拉 关系这么好的原因 两言一句三冬暖啊 包括后来外界称2015年总决赛 伊格达拉抢了库里的FMVP 库里也从未有过任何抱怨 对于一个被伤病击倒数次 由数次站起来的男人而言 这样的流言蜚语显然不值一提 伤病教会了库里坚强 也教会了库里珍惜 珍惜每一个善待自己的人 珍惜每一个为篮球拼命的人 库里从来不会向对手使坏 使其受伤 因为他比所有人都知道 健康的重要 他也没有被传过更衣式矛盾 因为他是球队优秀的领袖 懂得如何牺牲 如何帮助球队变得更好 这也是对奥克兰没有放弃他的回报 虽然多少有些被勇士歪打正着 折服过后就是腾飞 从2015年开始 库里并引领勇士 书写了五进总决赛 三赌总冠军的辉煌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 才能被称为男子汉 答案在风中飘扬 也在库里的内心回荡 如果一开始和库里说 你会成为NBA历史第一射手 你会成为全票MVP 你会开启三分时代潮流 可能他自己心里也会打鼓 但当他真的做到的时候 其实篮球已经陪伴他 走过了很多的路 他没有被伤病击溃 没有因命运消沉 狡猾的伤势接踵而至 但三分球的记录 也在被他不断刷新 如今又一七号秀花落勇士 回首09年那个夏天 整整过去了12年 就像生效顺序一样 又是新的一轮开始 对比库里刚到勇士的青黄不接 库明家是幸运的 库里作为球队老大哥 会帮助他更好的成长 我们憧憬他的未来 也希望他能分担库里肩上的压力 毕竟智能外表下的库里 今年已经33岁了 祝福他在之后的比赛中 能够保持健康 勇士的未来离不开库里 NBA是产生奇迹的地方 而因为库里 我们才会相信奇迹 当球哥33岁的时候 也许已经成家立业 不再有年轻时候的冲进 选择按部就班 稳中求进的 规划自己接下来的人生 在NBA中也是如此 许多球星年过而立 就已经被称为三巡老汉 许多人都会选择 为了自己最后的冠军梦 甘愿以老将的身份 加盟一支冠军球队 将就是普通人 三失而立后的答案 但是斯蒂芬库里 却给出了一个 完全相反的回答 在荆州一片百废待兴的残垣上 已经33岁的他 决定冲击自己 职业生涯的巅峰 将落寞的王朝 重新扛在自己的心上 传奇从来都与年纪无关 伟岸的三分之王 一如年轻时的风凰 当记忆回到12-13赛季 刚刚商与付出的布里 被勇士扶正为球队核心 此时的他 还没到担忧夺冠的时候 如何证明自己 能够领导一支球队 如何赢得荆州球迷的信 才是拦在他面前的最大难关 2013年2月28日 库里在麦迪逊花园 迎来了职业生涯最难忘的夜晚 面对安东尼领衔的纽约三巨头 勇士很快陷入到苦战之中 但是库里仿佛是球场中 随意穿梭的精灵 灵动地穿梭在常人阵中 将篮球一次次 从三分线外投进篮筐 贴身紧逼的费尔顿 在他面前像是一只缓慢的蜗牛 飞身补防的拳王 如同一桶就破了装置 库里在那个神奇的夜晚 28投18中 怒砍11起三分球 全场得到54分 令挑剔的纽约球迷 现场倒戈 库里也由此开启了 属于自己的三分时代 宣告着NBA新传奇的诞生 到了14-15赛季 库里已经成为 众望所归的荆州领军人 2月5日 库里在勇士主场迎战小牛 他们在首截就被打发 整整落后22分 许多勇士球迷失望透顶 放弃了最后的希望 但库里是带来希望的英雄 他在第三节扛起了球队 三分球七中六 单节怒砍26分 帮助队伍完成逆转 此一 库里重现三分王者的威严 全场投进时刻三分 怒砍51分 将小牛盯在了自己的荣耀榜单上 而他也在这个赛季 捧起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座奥布兰杯 从此开启了勇士的王朝神话 但如果说之前的两个赛季库里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新秀 在三分线上称王称霸 那么15-16赛季毫无疑问会被NBA载入史册 因为我们见证了那名身着30号的娃娃脸杀手 从王者到三分之神的竞争 2016年2月28日 勇士做客俄赫拉赫马 这原本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常规赛 但是因为库里和雷霆王炸之间的对攻大战 让这个球馆充斥着火药味 双方攻之最后三秒 勇士落后两分 杜兰特遭到汤姆森的抢断 被迫把伊格达拉送上发球线 两发全中 比赛进入加时 悬念在起 全场比赛 杜兰特和威少火力全开 分别砍下了26分7篮板13助攻 以及37分12篮板5助攻 但是在加时赛 库里独得12分 并在最后0.6秒独自推进前场 在32英尺外的包夹中投进绝杀3分 让雷霆双子星全场的努力化为虚无 这是库里在本场比赛投进的第12季三分球 且仅仅用了16次出手 全场46分 三篮板6助攻 彻底让整个俄赫拉赫马 陷入死际 联盟的头号死神杜兰特 也对这个无所不能的后卫刮目相看 而勇士在这个赛季的收官战 库里在灰熊头上砍下46分 投进10个三分球 对于库里来说 只是常规操作 不过 这场比赛 却勉强盖出了库里和勇士 在那个赛季创造的神话 在对阵灰熊之前 勇士的战绩已经来到72胜9步 距离公牛那个被认为 不可能打破的记录 只差一步之遥 而库里在此之前 已经命中了392几三分球 虽然已经创造历史 但距离400选的常规赛MVP 在进入纪录赛之后 本以为勇士会一路高歌猛进 毫无悬念地拿下总冠军 可是库里在首轮第二场 就遭到伤病 为了保险起见 克尔只能让库里 在第二轮第四场 以替补的身份出战 这是NBA历史上 第一次当季MVP替补出战的局面 库里一度表现得非常挣扎 勇士与开斗者也在常规时间 占到111平 进入加时 库里很快适应季后赛强度 开始大发审威 开斗者球员惊恐地发现 对面居然有人开挂 整个加时赛 库里七次出手 命中六球 其中三分球两头全中 加时赛独自轰下了17分 创造了NBA的历史记录 全场比赛砍下40分 九篮板八主攻的准三双数据 一改之前的腿势 证明了自己全票MVP的能力 让场边的开度者老板 看得目瞪口呆 可是15-16赛季的勇士 并不是圆满的 他们在总决赛被骑士1比3翻盘 常规赛努力拼下来的73个胜场 也沦为笑柄 虽然他们迎来了杜兰特的补强 但与巨星的磨合 是甜蜜而又痛苦的 那个赛季的库里迎来了状态的波动 在16-17赛季 面对呼人的比赛中 库里的三分球完全是准 石头全石 连续157场命中三分球的记录 就此中断 这让讽刺他的嘲笑越来越嚣张 库里在那个夜晚跌落无敌 下一场比赛 库里面对醍醐 那一双娃娃脸上充满着锐利的杀气 三分魔王重现人间 放下所有包袱的库里 冲着对面的篮筐狂轰烂炸 独得46分 不过最杀人的还是库里的三分球 他肆无忌惮地在三分线外出手17次 以惊人的命中率打进13个 打破了科比与马绍尔保持的单场三分记录 让自己的30号独占三分榜首 不过因为杜兰特的加盟 库里在两年贯的那段时间里 并没有特别出众的个人表现 不再作为进攻箭头的他 反而是努力地去做一名合格的球队领袖 在每一个球队需要他的地方贡献力量 但是当球队需要杀手的时候 库里的三分球依然刀刀见血 17-18赛季 达拉斯小牛刚刚改名为独行侠 而他们改名后的首场比赛 就是面对勇士 对于他们来说意义重大 独行侠全军出击 在老将诺维斯基的带领下 努力地将比赛维持到最后10秒 此时双方打平 但是独行侠并不敢大意 因为库里征运着球向他们走来 最后三秒的时刻 库里面对老司基的防守 直接不将理的三分命中 在小牛对魂面前 彻底终结了小牛时代 那光辉的四年时光 虽然偶尔有灰暗时刻 但绝大部分的光芒是属于勇士的 大概所有人也不会想到 那个2009年不起眼的第七顺位 居然能在NBA建立起自己的王朝 同样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如日中天的勇士王朝会在2019年坠入深渊 总决赛面对人员气流的猛龙 杜兰特受伤违规 克莱又在阴伤缺阵 只有库里一人苦苦地捍卫着自己的王座 总决赛第三场 面对猛龙铺天盖地的围追堵截 遍体鳞伤只会让库里更加的强大 他的每一次突破都像是抱着炸药包的自杀攻击 疯狂地杀入内线挑战多伦多的禁区 最终博得了14次发球 在那个金州人失忆的夜晚 库里是他们最后的支柱 狂轰乱炸中取得47分 八篮板七主攻打光了自己最后一颗子弹 却还是输掉了那一年的总冠军 19-20赛季 王朝分崩离极 勇士从联盟第一跌倒垫底 对于很多人来说 库里的巅峰期已过 他独守空城 只是让人们偶尔回忆起那些无法复制的光荣历史 新赛季 当库里的身边站着一群年轻稚嫩的年轻小将 我们突然才意识到 也许是库里过去那些年带来的疯狂表现 让我们甚至都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库里已经33岁了 对于一个职业运动员来说 属于他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 可是库里却并不会因为时间而停止自己的脚步 就当所有人都对他钓鱼倾心的时候 库里却打出了整个职业生涯 都未曾出现过的巅峰表演 让过去那个无所不能的三分魔头重现NBA 截止4月21日 库里在4月场均得到40.8分 投进7.23分 真实命中率高达75.1% 他在过去的11场比赛里得分过30 在最近的5场比赛里 有4场投进了10季以上的三分球 并且单赛季砍下3次50加 成功成为当赛季的得分王 最恐怖的是 这个缩水的赛季还没有结束 库里的伟大传奇还在继续 这样的成就 对于一个33岁的球星来说 是闻所未闻的传奇故事 4月13日 面对当季MVP的候选人约七奇 老派MVP给胖子上了一课 库里在出战的35分钟里 投进了10个三分 狂砍53分 6篮板4主攻 带领勇士战胜强敌 而库里也在这一场之后 超越张伯伦成为荆州队市得分王 4月18日 面对波士顿 库里在受伤的情况下 吞下止痛药带伤出战 在37分钟里 砍下47分 七篮板两主攻 虽败有荣 4月20日 面对另一位MVP候选人恩彼得 库老师的MVP小教堂 再次开课 39分 外加三篮板五主攻 莫杰独得20分 带领球队掀翻了东部第一 而他所做的这一切 创下的无数记录 不为了抬高自己的历史地位 而是将西部第九的勇士 抬进季后赛 库里在这个赛季 面对年轻的新兴 以及MVP的候选人时 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超神表现 好像是在斗技一样 向这个世界宣告着 自己的强大不仅仅在过去 同样也在当下 或许 他还想傲气地放下狂言 试问 在当今的联盟 谁才是真正的MVP 这样的库里 很难不让人动容 也许库里在这个赛季 不会走太远 不会与他过去的荣耀相匹配 但是在球哥看来 只有王朝的荣光退去之后 我们才能更加切身地体会 超级巨星的伟大之处 库里在这个赛季 所有的挣扎 才是球哥心中最伟大的时刻